科学家或许捕捉到了长期被忽视的隐藏粒子线索 这一进展为破解当代物理学中 最棘手的难题之一提供的新路径 有望改写我们对微观世界的基本认知 在量子力学框架下 即使是没有净质量的光子 也能通过量子掌握实现极短暂的相互作用 这种稀有过程称为光对光散射 它会对μ子、苗子的异常词句G2 产生可测的修正 是理解标准模型精细结构的关键线索 然而实验测得的G2于理论预测 始终存在稳定差异 这一篇差提示我们 要么尚有未被纳入的粒子或作用 在背后影响结果 要么线性计算 在某些环节仍存在系统性不足 最新研究显示 自宣为二的张量戒子 在光对光散射环节中的贡献 被长期低估 其真实作用更强 从而显著影响与G2相关的理论估算 研究团队采用 受显理论启发的全息QCD方法 系统修正了G2的理论值 使我们能更可靠地区分当前的差异 究竟源于标准模型内部的近似误差 还是指向超越标准模型的新物理迹象 接下来 我们将用清晰的类比 与必要的背景知识 逐步拆解相关概念 帮助您把握 这一前沿问题的来龙去脉 描子异常词举是检验 标准模型刻度 是否准确的核心指标之一 其灵敏度极高 常被用作评估理论完备性 与计算方法可靠性的金标准 苗子可是做电子的重质量版本 自旋赋予它类似微型磁振的性质 在外磁场中 其自旋进动频率 正是我们测定G2的直接物理量 只要可能与苗子偶合的粒子 包括真空掌握中 短暂出现的虚拟粒子 都会对它的磁性行为产生微小改动 这些改动累积后即可被精密实验捕捉 因此 苗子自旋的细微摆动 堪称量子效应的高灵敏探头 能够放大并显露出许多 平时难以直接观测的相互作用痕迹 几十年来 G2的理论实验差 反复出现且难以抹平 成为检验标准模型编辑的一块试金石 布鲁克海文与费米实验室先后 构建了高稳定度储存环与精密读出系统 将苗子G2的实验误差压制极低 为对比理论提供了坚实基准 将这些高精度数据与标准模型计算比对后 人们发现偏差虽不大 却具有稳定性 说明其并非偶然噪声 而是值得追踪的系统差异 这一差距既足以激发 对新粒子或新相互作用的合理怀疑 右小道需要谨慎评估 理论端的近似于输入是否仍存不确定性 在所有理论项中 最棘手之一是强子光对光散射 光子并非直接硬碰硬 而是通过顺时生成的 夸克反夸克等强子成分间接偶合 计算难度随之陡增 该过程涉及的能标 处于介于低能与高能之间的中间区间 标准近似不再完全可靠 因此必须 构建能在此区间有效的强相互作用模型 传统做法会纳入标量 矢量等戒子的贡献 却往往将自悬为二的张量戒子 处理为次要项 因简化假设而低估其物理效果 最新分析否定了上述简化 张量戒子的贡献不可忽略 甚至在部分能区具有主导性 维也纳攻大的团队通过全息QCD框架 系统重固张量戒子 在光对光散射中的偶合强度与传播特性 明确其载际二相关环节中的定量影响 该方法将思维墙相互作用问题 映射为五微引力背景中的敞传播问题 借助更易处理的方程组 来刻画张量戒子的响应与贡献 计算结果指出 在低能光子主导的区间 张量戒子的修正幅度更为显著 个别情景下 其贡献符号与记有相相反 从而改变总和的方向与大小 这些新输入与多项实验与色散分析相互一致 使我们对记二差异的成因有了更清晰的话想 也为后续判别新物理留下更聚焦的靶点 尤其重要的是 研究在对称纵向短距离约束 这一长期瓶颈上取得突破 显著降低了G而预测中的系统不确定度 早期模型依赖轴实量戒子贡献时 最多只能满足约81%的约束条件 显示参数化仍不完备 关键成分缺位 当完整引入张量戒子谱系 并与其他通道一致处理后 约束被充分满足 缺口得以系统填平 这一步提升的不仅是数值 更是方法的可靠度与可浮现性 对后续独立验证具有现实意义 强子光对光散射 涉及非围绕强相互作用 目前没有单一计算手段 能在全能区内同时保证精度与一致性 因此多方法交叉验证尤为关键 PQCD在高能区因偶合常数变小而适用 但在中间能标偶合增强 展开收敛性变差 直接应用往往难以满足精度要求 涩散关系能把实验数据 转化为对振服的严格约束 但对某些缺乏数据覆盖的能区域通道 仍利有未来 需要理论模型不为 全息 2CD提供立种与上述思路互补的工具 能在非围绕区间给出结构化的动力学可化 与数据驱动方法形成闭环 通过五维化处理研究者得以 利用引力场方程与规范常偶合的成熟框架 构造对介字谱与形状因子的统一描述 尽管方法路径非常规但多项对比研究表明 其在强相互作用动力学共振结构与低能常数等方面具有良好在线实验的能力 系统纳入张量介子后 模型的内部一致性显著增强 各通道间的偶合关系更为自洽 同时 理论曲线 与多组独立实验与分析结果的吻合度提升 外部一致性得到强化 更新后的数值与贝尔实验观测相互印证 并与近期针对光对光散射的色散评估 保持一致增强了结论的稳健性 从时间上看 这次理论更新 恰于实验精度提升 同频推进 为下一轮对照提供了更高质量的参照系 截至2025年6月 费米实验室 以把G2的整体不确定度 由2023年的22ppb 进一步压制11.4ppb 等效精度翻倍 为检验微小理论修正创造条件 伴随实验误差条逐步收紧 理论端需同步减少 近似与输入不确定性 确保二者对比具有明确的判别力 若在双向提睛后 差异依旧显著且稳定存在 其统计学意义将进一步提高 从而更有力地指向潜在新物理 反之 若差距被明显缩小甚至消除 则说明 改进的理论处理 有效覆盖了关键物理量 原先的异常 多半原子模型不完备 这项工作不仅修正了一个数字 更为如何在非围绕区整合多元信息 提供了方法学范例 其一 改进后的理论值让研究者在解读 费米实验室数据时拥有更稳固的极限 从而降低误判概率 其二 更紧密地匹配 将巩固标准模型的有效性 若差距持续 则将为寻找新粒子或新相互作用 提供更明确的搜索方向 因此 无论最终走向何处 我们获得的判断依据都会更清晰 科学决策也将更具可验证性 其三 该研究凸显了 理论实验数据分析三方协作的必要性 任何单一路径都难以解决全部问题 面向未来 隔点2CD可量化张量介子相关局阵源 色散分析可引入新输入以完善约束 而贝尔等装置 将继续扩充关键通道的数据覆盖 多显推进将系统压降统计与系统误差 使最终结论具备更高的可信度与可重复性 此外 全息QCD的有效实践也提醒我们 在复杂体系中引入跨领域思路 往往能突破传统方法的局限 借助高位低位队偶的思想 研究者在此前难以收敛的非微绕问题上 获得了可操作的近似与统一的描述框架 这一范式可推广至QCD的其他非微绕课题 乃至凝聚态与核物理等临近领域 作为构建有效理论的启发模板 还需强调的是 虚拟粒子虽不可直接探测 但其通过圈图等方式对可观测量的修正 具有长期且可累计的影响 虽然它们的存在仅在极短时间尺度上显现 但对苗子磁菊等观测量的细微偏移 却是实实在在 可由统计分析识别的 追踪这些修正效应相当于 打开了一扇通往量子真空结构的窗口 并可能率先暴露 超出既有理论框架的新线索 展望后续 强子光对光的建模将继续精细化 隔点模拟覆盖的能趋于通道更完整 实验方面的系统学控制也会进一步加强 随着这些改进叠加 苗子G-2将愈发成为检验标准模型极限 识别新物理蛛丝马迹的高分辨率探测器 维也纳公大关于 张亮介子在光散射中作用的识别与量化 显著完善了G-2相关机制的图谱 深化了我们对苗子此举来源的理解 依托全息QCD 团队有效压缩了关键不确定度 为即将到来的更高精度实验 提供了清晰稳健的理论参照框架 由此引出的核心问题是 苗子G-2的剩余异常 最终恢复指向 超越标准模型的新粒子或新作用 答案仍需数据与时间来判定 欢迎持续关注 后续进展与更多粒子物理新成果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